好的 各位 就在剛才呢 Postar的官方在推特上面發了一則蠻重大的資訊 那這則資訊呢 是攸關戰隊即將要更新的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有看上次的Block的話 你應該會知道 就是戰隊其實要迎來第二次的重大改動了 那為什麼會改動呢 這個原因我就不細說 反正就是因為戰隊這個東西做的算是非常的失敗 所以他們即將要做出一個調整 那這則公告呢 因為都是英文喔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把它翻譯成版體來看一下 那第一段講的東西就跟我剛開始一開始講的東西是一樣的 主要是第二段喔 第二段的意思 你的戰隊幣即將在下一次的更新的時候呢 會把它移除掉 那這些戰隊幣在移除掉的時候 會把它轉化成金幣跟能量點數 各50%去做轉換 然後他們會在下一次的更新當中呢 去解釋說為什麼要這麼做 以及說一下戰隊之後的走向會是怎麼樣 這則公告呢 大概是這樣 就是戰隊幣即將要被移除掉了 那我自己在直播的時候看到有觀眾說了這則消息的時候 我自己是還蠻震驚的 因為戰隊幣呢 可以說是目前幻亂都唯一一個可以囤資源的手段 就是自從超級寶箱被移除掉之後呢 你的金幣不能囤 你的能量點數也不能囤 甚至說連最新的閃光幣都不能囤喔 那少了這個囤資源的手段 影響到的東西絕對是非常多的 假設你今天通行證 你為了要讓英雄積分扣著 扣到下一隻角色 然後你的通行證可能卡兩技在那裡 然後可以領得通行證拿目前錢又不夠 那這時候如果你有想要升角色 或是買強化裝置 或甚至是新的極限威能 你該怎麼辦 喔 沒有怎麼辦 就是只能客情啦 之後就只剩下這樣的手段而已 那當然我們還不確定說 新的戰隊會變成什麼樣子 以及他的獎勵 會不會變得更好 那當然啦 官方他們一定是說 獎勵會變得更好嘛 不然 會被罵了 只是這個更好呢 在所有東西都被設置的上限的情況下 他是不是又都會被轉換成聲望 這又是一個問題 我認為戰隊的更新跟戰隊必備移除掉 這兩個東西是兩件事啦 戰隊必備移除掉到底好或是不好呢 我自己還是覺得戰隊必在使用上 是比較自由一點的 那至於下面推特的回覆啊 我這樣看下來 大致上好像都沒有什麼負面的聲音 像這個Let's go 還是什麼 剛剛Spancy也在上面留言 那還有人說他們希望看到戰隊又回到100個人 那至於最後的戰隊造型的部分呢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個 戰隊商店裡面 所推出來的造型 像是那個攻擊彈射 還是熊獅狂牛 如果你真的喜歡這種動物園造型的話呢 可能要趁現在去入手了 不過我自己是覺得官方應該是不可能放過 把他拿去當成寶石販賣的這個機會了 好啦 那這部影片就跟大家分享 歡迎亂鬥的這則重大消息 至於他好還是不好呢 我不知道 因為就我自己認為啦 我現在Super Sale他們好像不管做什麼 在台灣這邊呢 都會被罵 好啦 那至於你對戰隊必的移除 你覺得好還是不好呢 也歡迎在底下說一下你的看法 這影片就這樣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